从星期五早上大雨持续不断 放眼望去已经看不到陆地 18号傍晚 大马气象局针对雪隆及彭亨地区 发布红色气象警报 其中雪兰儿州的35条河川 就有11个水位超过危险水平 多处传出严重灾情 原因为什么会发生 是因为又逢15 今天15 月亮的关系 导致海水的水位高涨 雪隆自己志工第一时间动员看灾 了解受灾情况 大雨就像用灌的 就连大卖场也无法倖免 志工出动四轮驱动车 进入灾区 除了协助疏散灾民 也第一时间未受灾户 送上热食 因为我们住宿二大 现在也不能做什么 出去也不能 然后要煮 然后我们就大概煎煮 要擦煎 擦煎 算看发生 你们的警觉性很高 反应速度也非常的积极快 觉得说你们现在所做的 都非常周到 就是没有错 水都还没有退 还在夏季 第一个先送热食 这非常好 由于大雨来得突然 民众只能暂住避难所 堪灾故城 志工也不忘关心 受灾的法亲家人 面对一片汪洋 有民众表示 这是发生近三十年来 最严重的水灾 而则继之工 陆续收集资料 为受灾乡亲 提供索需干两极用品 麦袋雪兰娥 纵豪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